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今天来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Netflix,唐一噩梦,我经历的那场网路诈骗 骗走了九年青春 我昨天在社群上面就看到有人在讨论这部纪录片 但是这个算是发文者,他一开始就爆雷 所以等于是我看到这个贴文的时候我就已经被爆雷 今天这一集呢,我不会爆雷 但是我会讲他宁愿大概怎样犯罪 一个他中间的过程 但最后面那个最重要的爆点呢 我不会在这一集去聊到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收听 那先来讲一下这个纪录片在讲什么 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叫做奇拉特 他自己有现身受访 那在过程之中就聊到说 他一开始在201314年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男生 在Facebook上面就是他家的好友 但他后来就看了一下这个男生的资料 就发现说这个男生其实是他一个亲戚 就是一个表妹的男朋友的哥哥 就是其实是有认识的 所以是真的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对象 他就加好友 那偶尔会互动聊个天 那其实没有见过面 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就遇过这个男生 那甚至还有去打招呼 虽然他事前在脸书上会跟他有一些互动啊 聊个几句 但那天在夜店里面遇到的时候 他就跟他打招呼说 我是那个奇拉特啊 但他觉得说他很喝醉 所以就是可能也没有认出来 所以想说不了了之 但后续呢 这个人就是他也结婚去了 这个男生他认识了这个对象 也结婚去了 然后甚至就是中间也过了好几年 就是婚姻还离婚了 但这个过程之中 他也就是保持一个FB上面联友的关系 后来有一天 这个人他突然间 这个脸书就再也没有更新了 那他就觉得奇怪这个朋友怎么突然间 就没消息 才发现说他好像中担 入院去治疗 那后续因为他中担之后 他这个原本的脸书就自然没更新了嘛 但后来他又换了一个新的账号 这个新的账号就出现说 他其实是被送到美国去那边 用一个什么类似什么证人保护的机制 所以他不能够对外宣称说 他的讯息 因为他现在目前就是在秘密的受审啊 就是有安全的疑虑 所以他不能够张扬 但是他跟这个女主角就是还是保持了联友的关系 但这样聊着聊着 就聊出个情愫来了 两个人就开始在网络上面搭起了那个恋爱的氛围 但因为女主角是住在伦敦 男主角他在那个脸书上面说 是说他已经被移送到美国去 所以他现在不能够飞去伦敦 然后将他什么生病啊 就是讲话不能够发生啊 所以他无法正常的讲话 所以每次跟这个男生的对话都是用讯息往来 一阵子之后 他可能慢慢的恢复了 可以视线了 但他还不能够露脸 他说因为他现在就是在受审的阶段 他受到保护啊 就是不能够对外透露 所以他不能够露脸 所以他们开视线是 一方是没有画面的 另一方是可以有画面 就这样放着睡觉 等于是跟那种远距离恋爱的情侣的形式差不多 那女主角中间当然一度也会觉得很奇怪啊 那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够飞来找我呢 或者是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够跟我讲话呢 或是你可以拍照给我看呢 反正他就是会说 因为他现在就是受到美国那边的控制 所以他不能够发出照片 其实一般人听到这么就觉得很怪 只是说同时就是他会有很多男方的亲友 就是会拉一些群组啊 然后安慰女方啊 或是也会发一些生活照啊 分享他的点滴啊 就会觉得说 他们这个家族其实真的还有很多人在跟他互动啊 那很多群组会帮男生讲话也好 或是会跟这个女生有实际上面的一些什么送礼的往来啊 会寄东西给他 他是真的会收到一些礼物啊 也真的会收到一些相关的一些照片 就是他们可能去探访这个男生 从那个病房外面去拍照 但没有男生自己拍照的画面就对了 但这个过程他就是很多质疑嘛 到最后面已经 那两个交往好几年哦 明明就五六年之后 女生就开始觉得说 为什么你就不能够来找我呢 那有一天男生终于说 哦好 那他解除了那个禁令呢 他现在可以自由的移动 那女生当然就很期盼说 那你赶快来英国找我 或是我飞去美国找你啊 然后就又拖了很久之后 各种理由跟推辞 男方终于就是受迫之下 他只能够就是飞到伦敦去找这个女主角 你就想说 啊你到伦敦了 那我可以去你饭店找你吗 但男生就说 因为他身体健康原因啊 或是反正就各种理由 就是说 啊现在还不方便见面啊 就有女生就后来就是受不了 就直接就开车去那个饭店 问这个男生的那个名字 然后说他到底在哪个房间 那饭店的房屋人员就说 哦不好意思 没有这个人耶 就是没有这个人啊 没有这个讯息这样 他要打给那个男生 男生又说 哦因为他不能够用真名 他怕被查出来之类的 反正种种就是很多 其实很多线索 但中间的过程 已经历史好几年 从他一开始认识这个男生 到后面真的 发现说自己是被骗的 就已经经过九年的时间了 那这个故事呢 就是取材自一个爆红的podcast 叫做Sweet Barbie 他那个男生就叫Bobby 那这个导演就用很紧凑的叙事手法 从女主角第一人的视角去告诉你说 一开始之后多甜蜜啊 他自己你知道单方面晕船 晕得很深啊 到后面到底中间是 他是怎样被骗的啊 可能很多人是怎样跟他互动的啊 他是怎样用他的话术 或是用他的一些甜言蜜语 红骗他 让他相信说这个人是存在的 跟这个人是真实爱他的 一步一步的把他推向那个 无法回头的深渊里面 那观众就从前面那个视角 其实我们会有那种上帝视角 你在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会觉得说他怎么会那么笨 他怎么就是这么的蠢 怎么会都没发现呢 但其实你真的是深究 这个人为什么会深信不疑 为什么会上当原因 其实他就是抓住了 他那个内心的软乐 因为这个女生 当初会认识这个男生 是因为他已经三十几岁 那有一个交往十八年的男朋友 这个交往十八年的男朋友 可能从他十几岁就认识 而这个女生他出生 是一种很传统的家庭 就是从小被教育说 女生就是要结婚生子啊 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 赶快找到一个人定下来结婚 然后拥有自己的家庭就成功 如果你在三十岁之前 没有办法嫁掉 你就是老女人这样子 他们就会受限于这个观念 所以那个十八年的男朋友 他就是一直想要结婚定下 但这个男朋友 每次只要谈到婚姻 他就是跟他 就是吵得不可开架 或是就分手 就这样分分合合十八年 最终这个女生终于觉得说 贼心就分手了之后 又认识了这个网络上的男生 他就觉得说他各方面的条件 然后他的外形 他都很喜欢 所以才会在那个当下 深陷进去这个关系里面 加上这个女生 因为他在那个年龄 已经三十几岁了 然后遇到这个男生 他又觉得说 很像是要把握这个机会 能够走入家庭 而且刚好他们 很像是同个背景文化的 加上他喜欢的这个男生 刚好他亲戚朋友 就是有个小女生 他的男朋友也是 刚好是这个男生的弟弟 所以就觉得说 大家都认识啊 所以就是很安全的 没有问题啊 所以他才会深信不疑 但这个影片的过程之中 这个诈骗者 他是用了很多手法 就刚说的 他会假扮成很多亲戚朋友 来跟这个女生 加好友 然后说服他说 这个男生很棒啊 这个男生很好啊 你要相信他 他是个好人啊 那这样 这个女生本来觉得说 我也看过他本人啊 我在九年前 在酒吧的时候 的确看过这个人啊 而且我的亲戚朋友的另一半 也是跟他有关系啊 所以而且兜得起来哦 因为这些亲戚朋友 都可以分享一些资讯 告诉说这个男生 现在的状况 跟这个男生 自己讲出来的话 刚好都是不谋而合啊 所以是没有诈骗的气味存在的 但最后面就是 他相信的很深 然后也爱的很深 每天就这样子 视讯啊 文字 讯息往来啊 好几年 在这过程之中 他就慢慢的 被这个男生掌控了 因为这个女主角 是个Podcaster 他要主持一个广播节目 他就觉得说 你跟那些听友 讲话太过于 调逗啦 就是脏不好啊 或是说 你下班之后 就要立刻回家 你每天早上起床 就要立刻拍照 要立刻拍张照片给他看 你回到家 也要立刻拍照 给我看说你回到家 就是很强的控制 导致这个女生 后面就没有自己的生活 他也没有办法跟朋友出去玩 他就是每天放假 或是下班的时候 就是跟这个男的视讯 然后跟这个男的 一起放那个手机 然后就是一起睡觉 然后他听到你的声音 即便这个女人 中途去上厕所 他也会骂这个女的说 你是不是偷偷跑出去之类的 所以这个女的就会觉得说 一方面觉得 这个事情是不是 是有蹊跷 为什么他不来找我 为什么他不露脸 但另一方面觉得说 他管控我 或是他实际控我接触 他也没有真的 什么诈骗的行为 所谓的诈骗 应该是有骗钱 或是实际上 他要什么东西 叫你买给他 买什么敌人树之类 但他也像没有 他还会送礼物 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或是送花 或是当他开始质疑的时候 会送一些什么钻石 都会送 但为什么 就是不见面 所以这整个过程 他就是半信半疑之中 就这样过了九年 那中间这些过程 跟细节就是 你知道细思极恐 你就觉得说 他到底是怎么知道 这么多资讯 因为他假扮的这个男生 假扮的这个男主角 其实根本就不是他本人 他等于是 去网络上收集一些资料 或是截图 然后去假扮这个人的生活 甚至还要创很多其他的账号 装作这个男主角的亲戚朋友 爸爸妈妈弟弟 这样子继续跟女主角保持联系 当女主角产生质疑的时候 这些亲戚朋友还可以回应他 然后赶快再把他偏回去 所以你就知道他有多缜密 而且经过女主角 事后的整理 他发现说 他的这些其他的假账号 就是男主角之外的 这些亲戚朋友的账号 总共多达60个 而且他每一个 都还要创所有的社群 还要有脸书 就是他要去经营 这60个人的脸书 要有照片 要有资料 然后要有对等的讯息 往来都要能够兜得起来 你就知道这个诈骗者 到底有多闲 那讲到这边 最后面就是要给大家一些提点 就是网路交友的事情 就是你还没有见到网友之前 真的就是不要晕船 你没有见到人之前 你没有跟这个人见面约会 吃饭聊天 甚至相处之前 你爱上这个人 或是你就是所谓的 我就是很喜欢这个人 你就是想跟他交往 这都是假的 因为他用的照片 他所说的身家背景 都有可能是 所谓的洋装出来的 或是虚构出来的 所以唯有你跟这个人 真的真实 坐下来面对面聊天 然后你跟他是 有实际的交流往来的 你发现说他的照片 或他讲的话 是真的 不是骗你的 那才有必要去投入你的真心 接下来第二点就是 没有实际相处之前 你千万千万不要仰赖 你的想象跟幻想 尤其是单身很久的人 或是你可能是母胎单身的人 你很容易因为听到一些 他的甜言蜜语 或他讲的一些 很美好的未来 他之前怎么样对他前女友 他之前怎么样 跟他的前男友相处 你就会觉得说 哇很棒耶 我如果跟他交往 我就可以获得那样的东西 或是认为说 我跟他认识之后 我们都真的走到 关系里面之后 你就会想很多 说我们一定会很甜蜜 很浪漫 或怎么样 但这些东西 在他发生之前 在他真的跟你交往之前 都是假的 所以千万不要有过多美好的想象 尤其是你单身很久 或是你真的是空窗期很久 你就是很容易会因为 像刚刚这个女主角一样 就是你这个时间点 三十几岁 你想要赶快找个人定下来 想要赶快结婚生子 他就是有机可乘 他知道你那个强烈的 可爱的感觉 那个可爱是可求的可 就你很渴望爱情 你太渴望爱情的时候 对方是秀得到的 他就看到你这个弱点 就很容易拿捏你 甚至你就因此上当受骗 所以你一定要 时刻的保持警觉 你如果今天在用交流软体 或在网络上面认识人 不要因为你真的空窗很久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对象 你就这个人的照片 他对你的那个虚寒问暖 让你觉得说 天哪 他就是那个对的人 那你根本就还没跟他见面 之前你就已经整个人就沉船了 真的是要注意再三 那像这个故事里面的女主角 即便他知道这个人 的确跟他有见过面 他也知道说 他跟他亲戚朋友有认识 所以很像 比起所谓的网络交友陌生开发 来得比较安全一点 但他最后还是受骗了 尤其 加上有些女生 他可能就是 会有所谓 我要结婚生子的这个期望 就像女主角一样 那他们家人也会给他压力 叫他赶快定下来 叫他赶快再结婚 所以就在双重的压力之下 他就更容易被骗 你懂吗 那这个过程之中 如果他自己没有 事实的那个理性 出来告诉自己说 他的这些作为 他所说出来的这些资讯跟对话 是不是有所本的 还是说他是虚构的 你也要再去验证 就是你刚认识一个人 你本来就是要保持一点距离 保持一点警觉 你不要什么事情都相信 你就是等下再确认 他说他没结婚 你还确认他在有没有结婚 他说他现在是单身 你还是确认他 到底现在是不是单身 否则你可能就最后面 还是会上当受骗 那再一点就是 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们是用那种 网公网婆来称呼对方 那有些在交友软体上面 认识的也是啊 他可能在上面聊个 三个月六个月一年 但就是不见面 这也绝对是有鬼 就是在网络上面 在那边太快 自称什么亲爱的 网公网婆 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尤其是你们两个 还没有见面的状况之下 撇出那种 他远在美国 那你真的是因为地缘关系 但是说实在 如果要长远走下去 你不管怎么样 你飞过去 他飞过来 也是至少要先见过面 才能够确认说 这个人是不是 他提供的那个照片 他是不是讲的 那个资讯是不是真的 否则你很容易就会 陷入那个 骗财骗色的问题里面 还有像是 这过程之中 他也出现所谓的 被PUA啊 情绪勒索啊 像那种刻意用那种什么 煤气灯效应啊 就是要操控你啊 就是告诉你说 你一定要下班就回家 你要拍照给我看啊 明明就还没有真的 跟这个人有接触 但他讲的这些话 就是在操控你 让你杜绝 去怀疑这个可能 让你跟你的朋友 保持距离 不要让别人来洗脑你 不要让别人来 告诉你说 这件事情是假的 就是非常的邪恶 还有一点就是 诈骗到底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时候的诈骗集团 他骗你 他就是为了骗财 亦或是有些人 单纯不是诈骗集团 他就是想约炮 他想骗色 这两个都好说 因为骗财或骗色 他花的时间相对而言 不会太长 就是他想要 短时间之内 赶快骗到你的钱 短时间之内 赶快约你上床 那你知道 maybe就是几个月之内 就是他一定会放弃 或是他一定会得逞 好 那就结束 或是你会发现 那再来就是 这个故事 为什么之所以会拉这么长 他会被骗这么久 就是他既不骗财 他也不骗色 他骗你感情 所以最可怕 就是这个项目 就是他今天不求财 也不求色 他单纯就是要一个陪伴 他单纯就是要骗你的感情 那你就拿他没辙 因为你就是无从判读说 这个人 他也不骗我钱 然后他很像也没有 针对我 就是想要约我上床 因为他就远在天边 他没有跟你见面 所以这个女生 就默默的就像浪费了九年的青春 他本来在三十几岁的时候 很想要赶快定下来结婚生子 但就又被浪费了九年 这九年过程中 因为他是一个很专一的人 就像是我刚刚说的 他前一段关系经营了十八年 他一直以为 他是可以定下来结婚的 但最后面 到了三十几岁 他好不容易在网络上面 遇到一个感觉理想的对象 但这个人又骗了他九年 他现在四十几了 他就觉得会有那种沉默成本的概念 中间他可能几度已经产生一些自我怀疑 或是开始质疑这个人到底真的还假的 但因为那个沉默成本 就觉得说我头都洗下去了 我现在如果跟这个人又分手 我下一个人在哪里 我是不是找不到对象了 但这个人我很喜欢 但这个人现在就是 为什么就是见不到他 为什么他就不出来跟我约会 为什么他就不来我的国家找我 你懂吗 这个过程中就是非常的可怕 那最后的最后 就是最后这个诈骗犯被发现了 跟他揭晓他是谁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震惊 因为他利用了很多 刚刚讲的 去经营很多的假账号 假人头 来说服女主角继续跟他在一起 就会觉得说 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很大的骗局 但最可怕的是 这整个纪录片到最后 他就说 他发现这个谁了 但最终你主角很像 也没有办法告这个诈骗犯 因为就是他也没骗钱 然后他也没骗你色 那到底你要从哪个角度去 去对他执行一些法律上面的制裁 很像也没有办法 所以大家就在讨论说 这种假冒别人的账号 假冒别人的身份去骗别人 但如果你今天有骗钱 你今天有骗色 那就好讲 就是有相对等的法律 今天如果没有 他单纯去骗感情的话 你要到底要怎样去制裁这些人呢 所以大家也在讨论这个点 就是他翻案的动机 在最后面的纪录片里面 是没有去多琢磨的 就是这一点我也是蛮好奇 到底为什么会想要浪费 九年的时间去骗一个人 就是真的非常的邪恶 好啦 那就是今天推荐给大家 这部纪录片叫做 唐一噩梦 我经历的那场网络诈骗 最后没有话分享 你在韩国的超商 你可以自制一款饮料 一款手摇饮料 因为你去韩国 很多手摇饮料店 其实都不便宜 而且说实在的 你就是咖啡啊 拿铁啊 这种东西 就是喝多了 你也会觉得说 在台湾也喝得到啊 没什么特别的 但我今天要推荐你 不管是在什么7-11 或什么GS25 或CU 任何一间韩国超商 你都可以去买 所谓的冰块杯 他们那边就有很多 那种冰块杯 就是你可以去 他机器选 比方你要美食 那就买冰块杯 去做什么美食 或做什么拿铁 他直接会有那种 密封包装 做好的饮料 那你就是冰块拿出来 那就是倒进去 里面就是那个饮品 而且他可能有些 什么冰茶之类的 但有一款 就是你可以去买 他的L号的冰块杯 然后买一瓶 就是最经典的 那个香蕉牛奶 就是黄色包装的那一款 然后再买一个 大冰拿铁的密封包装 你把三个倒在一起 他就变成了一杯 独一无二的 香蕉牛奶拿铁 而且我之前其实看过 很多网络的网友 在分享这个 就是小撇步 但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去执行 直到我这次才想起来 我就记得了 我跟你说 一喝成主顾 非常的好喝 而且其实他不论品牌 不管是在哪一间超商 都可以买到这些 就是原物料 就自己可以搭配 而且价格很便宜 这样才一百块 而且超级大杯 有别于外面的手摇饮料杯 因为韩国那边的手摇饮 它的冰块是没有办法调整的 很长时候你看起来 那个饮料感觉是台湾的大杯 但你真的吸没两口 就没了 它大概那个容量 里面的饮料实体 大概就是台湾的小杯 就是 但两口就没了 就是对台湾人来说 很不过瘾 但是你在 超商自己调配的 这个大杯的 所谓的香蕉牛奶拿铁 它的容量就真的是蛮大的 而且喝起来 你就不要再调糖度 因为大的冰美式是无糖的 但是香蕉牛奶 是有一定的糖度 但说实在 你单喝香蕉牛奶 会觉得偏甜 但是加上冰块 跟加上那个美式咖啡 综合起来 你就觉得那个甜度 恰到好处 你的这个拿铁 既有那个牛奶的丝滑感 又有香蕉的香气 又有一点甜味 价格又非常的便宜 你又可以喝到 所谓的很道地 韩国的香蕉牛奶 然后又可以喝到 所谓的 你知道 只有韩国限定的这种 香蕉牛奶拿铁 我觉得非常推荐 在此提供给你做参考 好了 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 对今天的主题 你有各种意见看法 疑难杂症 都欢迎到IG 或是Threats 跟我做互动 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 呢